我在实验室搞研究,耗费了大量的怨念值,怨念值剩余3010点。 十联筹,启动,恭喜获得黑科技蓝图购买资格,已放入系统商城。 黑科技蓝图,价格不固定,将你想要发明的黑科技要求列出,精准描述,系统将自动生成蓝图,引导你一步步手挫黑科技。 注意,蓝图失效前,研发成功,奖励大恶知识,反点核愿念值,蓝图失效时,研发失败,将受到残酷惩罚,请在合理能力范围内生成蓝图,后果自负。 系统引导,伙手挫黑科技,那岂不是想挫什么就挫什么?长生不老药,星际战舰,二象博,戴森球,重动什么的都来一套,我他妈直接引领人类文明进程。 但看到后面的注意,我还是弄点简单点的吧,我一咬牙,悬中黑科技蓝图,请输入你想研发的黑科技,尽可能详细描述。 一种全新的抗生素,能有效灭杀大多数超级细菌,例如爆慢无动杆菌,耐腕骨霉素长球菌,肺炎克雷伯菌,多重耐药铜绿等,同时这种抗生素的毒性尽可能较小,可以用于人体治疗。 强效广孔抗生素蓝图已生成,普通解锁,10000愿念,高级解锁,8万愿念,本章蓝图时效为7天,完成研发,可获得20万愿念值和数量不定的知识反点,研发失败,系统将锁死3个月,并扣除期间产生的所有愿念值。 卧槽,我蓝图还没兑换呢,怎么就开始倒计时了,8万愿念,还好庄学姐给了我卖题的资格,我打开卖题网址,对不起了同学们,我不能输,苦力苦你们,我啪啪的一顿操作,出完题目,还要写答案和解析。 为了不放过任何薅怨念的机会,在写解析之前疯狂嘲讽,这种题都不会,你怎么考上高中的,首先将题干拆解成三部分,此题不会,你离复读复远了,本题主要考察,阁下来看题目解析了,如果我只写一个略字,阁下该如何应对呢,你来看这条答案解析,你被99%的同学击败,在题目审核通过后,迎来了第一条断念值。 贾城州被你的题目,难住半小时,心态崩溃,怨念值加200。 好,来了。 陈云云被你的答案,解析嘲讽,差点气哭,怨念值加400。 杨玉桓被你的习题,难住40分钟,看到解析试掠,情绪爆炸,怨念值加600。 海量怨念值源源不断出现,我还得专心出题,奋战一夜,必须把8万怨念透齐,等天亮解锁蓝图,此时的评论充满了各种怨念。 刚刚不信邪去做了一下,我说回我之前的话,路确实不平,打脸了,先前说八分钟速通,八分钟过去了,我做了三道题,全错,我真的服了,文瑞是哪个学校的老师啊? 黄刚,衡水,求求你千万别跑去出高考卷,葛军在你面前都是弟弟,我明年要毕业了,千万别搞,翻车了。 这位文瑞老师的号是新的,居然比明师榜的老东西们还难打。 这是怨念值,终于突破8万,花掉之后,一张带进镀条的虚拟图纸出现在眼前。 挖土,自然界中存在大量抗生素潜力菌种,可作为雏形进行改良,请挖掘到富含潜力菌种的土壤,开启研发第一步。 我跟着地图的指引,拿着吃饭的勺子来到一个野地,一直挖挖挖。 小孩,干嘛呢? 您哪位,大学老师吗?半夜三更,您不在家睡觉,跑黑灯下火的湖边干啥? 抽烟,湖边空气养肺,在这抽烟不伤身体,你干嘛呢? 挖土,买了个同学在这儿,老头沉默吉苗。 喂,派出所吗? 别别别,我开玩笑呢,老头你一根筋吗?一点幽默感没有。 不说实话,我真报警,大半夜鬼鬼祟祟,跑来乱挖,你很可疑。 挖土搞科研用,正经事情,老头你不要声张,万一保安来捉我,罚款是小,耽误科研是大。 你乳秀未干的小孩,搞哪门子科研? 老头你少瞧不起人,我年纪小,知识储量比你一辈子还多。 烫生素,总抗生素吧,青霉素头包那种,很多抗生素是从土壤里找到的。 你个小孩要研究抗生素? 没错。 就用学校湖边的土吗? 没错,老头痴痴的笑了两声,随后爆发大笑。 我忍你很久了老头,烟屁股都堵不住嘴,废话那么多,不要打扰我神圣的工作。 一个小孩,想研发新抗生素,办法居然是到学校人工湖旁边挖土,活得久了,什么荒唐事都能见到。 等新闻吧,我这抗生素一旦问世绝对轰动,强效广普抗生素,绞杀多种超级细菌的,比市面上现有的抗生素周萌。 真是傻小孩。 臭老头。 下次见到我的时候,希望你还能叫我臭老头。 天刚翁翁亮,忙碌了一晚上的文录,还在继续忙碌,挖土的进度也来到了百分之九。 我靠,文睿你在盗雾吗? 你在说什么,你根本没看到我挖草坪。 哎哟,我怎么失明了? 辛苦你办俩任务,给我弄点早点,再搞一把铲子,快点,我马上要出销。 我挖到百分之十的时候,地图提示我去下一个地方,饭桃气喘吁吁,拿了个超大铁铲给我。 我逃,你哪来这么大的铁锹? 你厕所偷的,不知道为什么厕所里有把铁锹,看他不顺眼很久了。 我要打车出去的,这大铁锹怎么拿?出租车后备箱都放不下,学校停车场,算逃掏出车钥匙。 就这样,够你放铁锹了吧。 你一个女学生开这么狂野的车,所以你是复活? 我爹的车,他去阿联酋出差,我要来开两天,你开吧。 我没驾照啊。 你怎么不学驾照? 我未满18岁,不能考驾照的,随后饭桃学节,开车带我出去。 我忘掉你是高中生了,这几天你在实验室当指挥,我潜意识把你当研究生同学,昨晚你操作仪器,我们私下都说,你那派头,完全就是资深研究生。 教授们也说,你是天生的科研人。 你这是拍我马屁吗? 是。 拍歪了,你应该心里把我荡成教授。 说你胖你就喘吗? 教授养不活的工程,军我来养,教授做不出的抗生素我来做,有什么问题? 呃…… 往海边开。 去海边挖土吗? 实验室一千多份土壤样本。 教授带着我们,辛辛苦苦挖了一周。 各种土壤都有,其实你没必要再跑出来挖。 实验室样本不顶用,我挖的土壤才能出成果。 你是不是有点迷信,觉得越远的位置,越有可能出好军? 就这停,随后我拿出铲子不停挖挖挖。 随便一铲子就行,挑来挑去都一样,别那么迷信。 11%,13%,15%,16%,18%,20%,挖土环节完成。 哦…… 走吧,回校。 京海大学,生物实验室,马教授盯着研究生的忙碌。 嗯,这工程军不错啊。 上周刚突破的,各项指标都不错,现在用的是一号工程军,还有二十多种备选工程军,也都能用。 嗯? 这么多,看来你们也并非一无是处,还是干了点成绩出来。 嗯…… 其实,这些工程军不是我们做的,买的,不是买的,一个京海四中来学习的高中生做出来的。 短短一周时间,改良了二十八种工程军,是个奇才,高中生。 哦,哪个? 快点快点,叫过来我看看。 您稍等,我叫他过来。